各位同学好,在我们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敏捷开发的原理与实践 在这节课中,我们将学习敏捷开发的历史 了解为什么要使用敏捷开发,以及什么是敏捷开发 那在敏捷开发中呢,我们经常见到一个名词叫做Scrum 那什么是Scrum,在实际的工作中又是如何去使用它的 以及最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个来自微软的真实案例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传统的在非IT行业中如何去进行项目管理的 那现在呢,画面上售出来的这个就是悉尼最有名的地标性建筑Opera House 那这个Opera House呢,其实呢,在它的建造的过程中呢 它有很多项目管理上出现的非常经典的这种失败的故事 比如说呢,这个项目呢,它的建造呢,是1959年3月开始的 那当时呢,是预计大致是在1963年的1月完工 那也就是说,在大概4年的时间内完工 那初期的预算呢,是7个Australian Dollar,7million Australian Dollar 那实际上呢,它的实际完工时间呢,是1973年 也就是说,比它的这个计划完工时间呢,推迟了10年 实际的造价呢,达到了102million Australian Dollar 那比它的实际的这个当初的预算呢,那大致是1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那这种案例呢,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呢 在很多传统的行业经常发生 那比如说呢,在悉尼前几年去修的这些轻轨项目中 那悉尼的轻轨项目呢,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那当时呢,2015年10月开工 预计花3年时间,耗资1.8billion Australian Dollar去完工 那实际呢,它经过了多次的delay 那截止目前呢,这整个轻轨的项目呢,也没有完全完成 那它的造价呢,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原本的当时的预算的一倍 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在前前后后呢,饱受诟病 很多人呢,都觉得它对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项目管理中经常遇到的一个 over time,over budget,over scope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在软件开发中呢,其实呢,我们也有软件开发中的项目管理的方法 那在介绍项目管理方法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软件它作为一个产品,它的生命周期是什么 那软件的生命周期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去描述它 叫做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SDLC 那这个life cycle呢,描述的是从这个软件 从设计一直到它结束支持 从头到尾一共所经历的所有的过程 好,那在第一个阶段呢,首先是我们的创意阶段 创意的阶段呢,是说 我们现在针对某一个需求,现在提出了一个创意 那现在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创意呢,去设想把它变成一个软件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个idea产生这样的一个invision 那接下来呢,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idea去进行一个详细的设计 那这些设计呢,会转换成各种各样的设计的参数和文档 所以我们会获得spats和dots 那这个也就是在design这个阶段所做的事情 在下一个阶段呢,就进入到了实际的开发 实际的开发呢,其实也就是developer去写code 那developer写code,它属于build 那我们的这些系统网络的这些运维工程师 这些infrastructure engineer 他可能要去给我们提供一些database server 或者是web server等等这些运行环境 那他也是build这样的一个阶段 同时呢,可能要去做一些configuration 它都属于build这个阶段 那当所有的build完成之后呢,要对这个产品进行稳定化 稳定化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它进行测试 并且修复其中我们可能发现的所有的问题 因此呢,我们会有一些单元测试 我们会有一些end-to-end test 我们会有这种development acceptance test 就是开发可接受测试 那也有这个叫做BAT啊 也就是business acceptance test 业务接受度测试 以及UAT user acceptance test 同时呢,对发现的所有的defe 或者bug进行修复 然后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产品 就可以上线了,因此呢,我们进行deployment deploy之后,它成为production environment 那在production environment的这个环境中呢 我们还会同时给用户去交付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提供一些线上服务 提供一些产品的说明文档 或者说是使用指南等等 那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 那我们的公司呢,会为这个产品 以及我们的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那技术支持呢,可能会包括客服 可能包括bug fits 包括patch 包括security updates等等 那大概可能会经历三年五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呢 那这个产品呢 它逐渐的被淘汰掉 不再有人使用 公司也不再支持 最终呢,被公司宣布这个产品 终止支持 就是要正式下线 这个就是它的end of life 这个也就是eol 那从左到右 这个就描述了我们整个软件 作为一个产品 它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